好,那在歌曲播放的部分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搜尋功能 那如果說你有很多張的專輯封面 你也可以用專輯封面來瀏覽 那你只要按下專輯封面之後 用,呃...就是觸控螢幕的方式 就可以找尋不同的專輯 那如果要聽的話,只要點一下 它就會播放這首歌